黄帝内经 张家伟 医学博士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系副主任 迄今为止 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误文40余篇 主编及参编著作十余部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讲 临床应用 内经的理论在临床怎么用 到现在了 我有种感触 就人有病 现在肯定是往西医那跑 是不是 当然了 做一下客观检查 现在西医的检查还是方便 也很准确 做一下检查 非常不可 但其实有50%到60%的病 单纯用中医重药治疗 完全可以起到 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中医重药疗效 非常好的 那么下面我就举些具体的实例 也就是内经的理论是如何指导 临床治疗的 刚才讲的是从大的思想方法上 是从它的核心理念上进行介绍 那么下面呢 我介绍就是一些具体的 一些指导 一些方法的指导 你比如说 内经里边画 他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悲则气消 孔则气下 寒则气收 勇则气息 经则气乱 劳则气好 死则气解 所以内经这个画 在那个时候 已经很明确的提到 两千多年以前 情治伤害 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也是大的情治刺激 不动 继内经以后 历代一家 对这个问题都有发挥 都非常强调 大的情治刺激要伤人 现在得癌症的 这些患者很多 你可以观察一下 凡是得癌症的人 必定受到过 大的精神刺激 至少比较持续时间长 或者爱生气 爱发脾气 大喜大悲 大怒 大恐 这强烈持久的精神刺激 伤人的什么 伤人的气急 伤人气急 伤人气急肯定会伤人脏腑 因为气 是脏腑功能的产物 同时也是脏腑功能的一种表现 你情治总是受到大的刺激 肯定要生病 生病 怒自居上 所以这些情治 既是一种异常的情治表现 时间长要伤人体 同时 也是人体脏腑功能失调之后的一种 外在的表现 所以这些症状 怒起思病 当然是我们制止的强烈的持久 既可以说是一种症状 从医生看来 这是一种症状 同时我们也要透过症状看到 这是你脏腑功能的什么 失调 脏腑失调了 表现出这个 孔子气下 所以受到惊恐之后 气一往下下 容易出现什么症状 而变失禁等等 所以有的人一下 是不是大要变失禁了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独特之处 在于天人合一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及辩证论治 中医的主要特点是认为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 阴阳二气相互对立 而又相互依存 并时刻在运动与变化之中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二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 即呈现为病理状态 而在治疗疾病 纠正阴阳失衡时 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 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 即强调横动观 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即天人合一 天人相应 人的生命活动规律 以及疾病的发生等 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 息息相关 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 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 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 亦有所区别 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疾病时 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质疑 并非千篇一律 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 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 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特别强调整体观 中医讲究辩证论治 所谓症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 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包括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症关系 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 因而它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质 所谓辩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 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 变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症之间的关系 从而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症候的过程 所谓论治又叫失治 则是根据辩证分析的结果 来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 辩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 论治则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 所以辩证论治的过程 实际上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 下面这个 先不要看这段话 先不要看这段话 这是内经素问里面一段话 先不要看这段话 我讲个病人 一个什么病人 这段话大家先不要看 一个什么病人 我见过一个 我敢说百年不遇的一个病人 百年不遇我敢说 很奇怪一个病人 什么病人 河北省的一个病人 在那个石家庄的周边地区 那个病人呀 三十多岁当年 那是03年的时候看那个病人 03年 人不是有四肢吗 两个胳膊 两条腿是吧 他什么病人 就是这个四肢 交替着肿 这胳膊 肿十天 好了 这只胳膊肿 肿十天又好了 这条腿肿 这条腿肿十天又好了 这条腿肿 没规律 他可能交叉 反正过十几天就有四肢 就有一肢要肿 当时呀 我还没见到这个病人 听那朋友讲完这个病 我马上就想起皇帝内情人这句话了 我还没见到病人先想起这句话了 这苏文生气同天论里面一句话 为什么想起这句话了 这句话 这句话正好说的这个病 他一说完症状 我一想那句话不是又那句话吗 这一段话 我只是摘了这么一部分 苏文生气同天论怎么讲的 阳气者若天一日 施其所则折寿而不张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事故扬移而上 为外者也 他上面 下面就这个了 阴于寒 欲如运输 起居如京 神气乃福 阴于鼠 汉 凡则喘鹤 净则多言 体弱翻炭 汉垂而散 阴于诗 手如果 诗热不仰 大金软短 小金持长 软短为局 持长为伪 最后一句 关键最后一句 阴于气 为种 似为一相待 阳气乃节 所以这一句话 明代有一家叫马石 写一部著作 叫皇帝内经 速问 助政发为 他解释这一句话 怎么解释 阴于气为种 似为 什么似 似为 似为者 似之也 你看吧 阴于气 可以为种 似为相待 似之交替着 似为者似之也 似为交替 阳气乃节 他明白 气出毛病了 我前面不是讲半天吗 所以气出毛病了 怎么办 也挑起 为什么呀 这个病人 本身的单位 因为工作的变动 给他变到了一个 他不太喜欢的岗位 所以当时可能有点 生气 出毛病了 这不是内经的理念 都用上了吗 那诊治这个病人 因为生气呀 因气为种 所以这个呀 内经里边的话 很有临床指导意义 包括养生防病 那么下面 为者逆直 甚至重置 这个 病小的时候 逆着他去治 病大的时候 从他去治 病很小的时候 为者逆直 迎头痛击 可以 病太大了 不行 要用从治法 这很复杂了 小病 危者 可以逆着去治 大病 你不能完全逆着去治 也就是提示我们 看病人 要发现本质 你比如说 哗哗出汗 给你感觉 这个病人 是个热病 还是个寒病 给你直接感觉 这个病人哗哗出汗 你说热病是寒病 肯定你会想吃热病 是不是 微准逆直 如果这个病 适当出点汗 很可能是个热病 逆直 你吃粮药 假如出汗太多 甚至从治 那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中医认为 气血筋液 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是腹脏 经络等组织器官 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 气是构成人体 和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 最基本物质 在生理上 具有推动 温序 防御 固涉 气化等功能 气聚合在一起 便形成了有机体 气散则形体灭亡 庄子说 通天下一气而 全天下就是一个气 有了这个气 有了这个气就运动 就生生不息 就变化不止 没有这口气就完了 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具有很高的营养和滋润作用 血必须在脉中运行 才能发挥它的生理作用 血在脉中循环运行 内置腹脏 外达皮肉筋骨 不断对全身各腹脏组织器官起着充分的营养和滋润作用 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 筋液是指各腹脏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及正常分泌物 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 筋和液的性状功能及分布部位各有不同 筋是指性质较为清晰 流动性较大 分布于体表皮肤肌肉 并能渗助于血脉 起着滋润的作用 液是指性质较稠厚 流动性较小 流注于骨节 腹脏 脑髓等组织 起着润氧的作用 气血筋液都是机体脏腹 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而气血筋液又依赖于腹脏 经络等组织器官正常的生理活动 如果气血筋液代谢不正常 或腹脏 经络等组织器官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 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 内经理论的 直到临床了 在下边呢 这句啊 内多尔觉则因非啊 这个我们呢 不能说话叫因 不能走路叫非 内经里面话呀 你想想又不能说话又不能走路 相当于什么病呀 相当于什么病呀 又不能说话又不能走路 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是不是 偏单半身不随那个 包括有的老年痴呆症的后期 又不能说话又不能走路 内经说这属于什么呀 顺虚所以辩证 很好的思路 这句话 这句话呀 把一天分了四个时段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 一段 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六点一段 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一段 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六点一段 对吧 他把这个一天分为这么多时段 每一段阴跟阳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叫阳中之阳 阳中之阴 阴中之阴 阴中之阳 那么具体内容呢 像这个一样 如果变质疾病的时候比较复杂的 有的病人就是下午六点钟发烧了 有的病人就是早晨九点开始发烧 这个我见过一个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什么事没有 就是早晨九点发烧 所以你必须考虑的是 这理论 有的病人就是睡觉 睡到三点就行了 有的是 好多 所以像这些理论 你必须用 当然具体内容呀 如果用起来呢 然后内容太多了 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大家知道这个含义 是不是 也就是发病的特定时间 跟他的疾病的本质 一些相关的 所以作为医生要分析 看什么时间得病 刚才我讲了这么多 所以可见了 简单谈一些知识 就是大家有个认识 也就是内经理论 中医学的经典的原权 不光知道养生 而且知道治疗 那么作为这个学中医的人来讲呢 学无止境 可学的东西 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认识的一些中医学家 我经常有的时候也 连老中医到现在好多都去世了 我很感慨 八十多岁的名医 到他们家里去 基本上 那部分时间都是在那看书 在学习 八十多岁的名医 好多 现在都去世了 离去 看书呢 看书 所以这是一种精神 为什么中医学无止境 太深奥了 皇帝内经二十多万字 我这刚讲多少字 是不是 黑板上罗列的 这刚几十个字 几百个字 内经二十万字 所以博大精神 也需要这种研究 那么再就是呢 这个有了毛病 也不要盲目瞎吃药 很多人给自己瞎吃药 还给邻居 给小孩瞎吃药 不好 有便去看看医生 是不是 因为这个中医理论太复杂了 太深奥了 你自己用 你哪能用的准确 是不是 用错了 要出毛病的 然后呢 这个中医知识 头几年 从08年开始 我花了三年时间 写了一本 这个中医看病的 思维的书 也就是中医大夫 到底怎么解决日常病的 日常病 老百姓得病了 因为你今天拉肚子了 从几个方面去认识 我写一本书 是这个书 这个书 科普出版社 就在国图的北边 中国科技 科学技术部下属 出版社 我花了三年时间写的 马上就要出了 还没出 这个是样书 所以这个里边 我写了63个症状 每一个症状 到底是怎么看待 要怎么治疗 所以像这个 养生方面 临床治疗方面 护理方面 要注意什么 都在这个书里 有比较 详细介绍 那么今天呢 简单 就给大家 基本上谈这些内容 谈这些内容 所以呢 最后呢 那希望大家以后 有中医问题 我们可以 多交流 是吧 皇帝内经的著作 标志着中国医学 由经验医学 上升为理论医学的 新阶段 皇帝内经 总结了战国以前的 医学成就 定位战国以后的 中国医学发展 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整体观 矛盾观 经络学 藏相学 病因病基学 养生和预防医学 以及诊断治疗原则 等各个方面 都为中医学奠定了 理论基础 具有深远影响 历代著名医家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 创新和建树 大多与皇帝内经 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